设计高阶滤波器的一般方法是 根据对滤波器的浮屏特性 以及相屏特性的要求 同学,你的回头好了 首先看,前面是一个投文件 然后下面写一个主函数方法 然后我们要定义两个变量 一个是i等于1,一个是a等于6 之后我们用一个for函数 然后来循环进行输出 就是当第一个是i,i等于1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判定条件是i,小于等于3 然后每次运行之后,i要i加1 当应用了ioc,一个对象依赖的其他对象 会通过被动的方式传递进来 而不是这个对象自己创建 或者查找依赖对象 你可以认为ioc与GNDI相反 而不是对象从容器中查找依赖 而是容器在对象初始化时 不等对象请求就主动将依赖传递给它